另外国际新闻要来关心的是这个非洲的苏丹 政府军跟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 近两个星期以来的内战真的是血腥战斗 南苏丹外交部今天表示 苏丹交战的双方跟南苏丹的总统基尔在通话当中 已经同意从4号到11号要停火7天 那在苏丹港等待撤离的老百姓表示 目前在卡土木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 我们来听听看这个当地民众怎么说 好 目前内战的这个双方啊 根据声明他们同意要任命和平谈判代表 所选择的任何地点时间来会谈 为停火带来的希望 但事实上苏丹两军从4月15号爆发武装冲突以来 敌对呢也曾经不顾停火协议持续的激战 所以这次到底能不能真正的停火也不晓得 再来关心美国的国债最快在6月1号就要违约了 恐怕冲击的是民生惊气 白宫再度对国会喊话 希望众议院的共和党采取行动防止违约 好 我继续来看到这是美国好莱坞 好莱坞有上千名的编剧走上街头抗议 表示要展开大罢工 好 这个编剧的大罢工预计要从当地时间2号下午展开 主要是因为美国剧作家协会 在和电影公司或是串流平台的业者 就薪酬还有其他工作的谈判 没有获得成果 那编剧本来希望可以获得更高的这个酬劳的 那在串流的热潮当中可以获得更多的分润 但是制片厂表示经济压力让他们必须要削减成本 所以劳斯谈不拢 导致呢这个编剧大罢工 哇 编剧大工 那会不会以后这个线上平台很多节目就要陷入停顿了 即将上映的电视剧电影会不会也延期呢 让这个很爱追剧的人可能觉得很担心耶 好 再来看到是国防部公布 从昨天早上6点到今天早上6点 又来报告了 共总共争获了13架次的共机 越过了海峡中线 有一架是被称为路板死神的BZK洞洞5 无人机也出现了 那它是顺时针的绕行台湾的北东南空域 继4月底TB洞洞1无人机以来 再度有共机而且是无人机绕行台湾